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忙了一天却没踩到多少 不是因为手慢 而是因为围求精粹不敢贪 今天让我们跟着领队再次来到武夷山下 去实地感受下今天人们是如何踩茶的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大家好 这里是跟着书本去旅行 我是孝叔 首先让我再次请出我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登场 来团友们又见面了 你好 又见面了 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啊 我们要继续跟着范仲淹的贺张明从事豆茶哥这篇文本来出发 猜到了吗 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呢 有一个词叫采朵 然后我就猜它应该是说春天大家在茶园里边一起采茶的场景 对于采茶有没有什么提问呢 我比较好奇的是采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讲究或者技巧 我想知道师中所说的精确是一个什么样的采茶标准 其实我是想知道就是这个采茶应该在什么时间去采最好 明白了 大家都问题多多 范仲淹诗中的这个中招采多味迎餐究竟是怎么样的采茶的场面呢 接下来让我们跟着外景领队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吧 好 走 咱们出发了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武夷山 为了解决这个小伙伴们的那么多的问题呢 我特意请来了咱们武夷学院茶与食品学院的老师 大家好 我是陈丹妮 说到这个茶呢 小伙伴们的问题又特别多 那就请丹妮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到底说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 好的 其中中招采多味迎餐 首先 餐子呢就是古代的像我们的围裙一样的意思 那我们在采的东西的时候呢 有时候可以把围裙给它稍微撩起来一下 形成一个小兜 那我们就边采可以把柴芽放到我们这个餐里 那可是呢 采了一个早上都没采满 这是为什么呢 只为求精粹 不感叹 为什么呀 我们的供茶还是精益求精 不能随意地乱在一起有标准 对 就是我们通过豆茶根呢可以感觉到一片小小的茶叶背后呢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真的是讲究特别多 这个胃口掉的我都想知道了 那咱们还是先到茶山上去看看吧 边走边说 走吧 小伙伴吧 为了解决了解决大家的疑惑 陈老师和领队开启了今天的采茶之旅 一路来到了茶园 你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原代在我们武夷山设立的皇家贡备一茶园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茶叶展示非常的好 就像我们豆茶哥里说到的路牙错落乙方龙 那我们武夷山的这些生命们的采茶的时候 在开茶前就会有一个喊山仪式 你看那边他们都准备好了 咱们一起去参与进去吧 走 下伙伴吧 这个喊完觉得全身都热血沸腾的 你们喊了以后怎么感觉啊 我都觉得好像特别有劲的感觉 对 是 对不会啊 心里舒畅 刚才大家看到的呢 是咱们武夷山的喊山仪式 不知道咱们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有没有了解这个活动的 大家对于这个喊山的活动有没有了解 我觉得这个喊山是不是采茶之前的一种祭祀活动呢 因为我刚刚听到他们有在喊茶发芽 是不是就是在向山神表达一种美好的期许 是 好 它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望 采茶活动的开始 就像上课之前会打上课铃 到了学校要唱笑歌一样 有点像我们在操场上集合 是不是这样的道理 对 菲姐 你有什么补充吗 你们当地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活动呢 在我们蒙明山也有这样的 那蒙明山呢 在我们唐代天保元年就被誉为是共茶园 所以说每年呢会在我们清明前会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日子 进到我们的黄茶园里面采摘三百六十片芽叶 寓意着我们开采过后年年顺 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全国各地类似这样的活动不少 但是咱们武夷山的这个寒山活动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让咱们跟着陈老师一起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好期待 好期待 那我们的这些试茶官们呢 就会带着随从惯例 以及我们即将来制茶的这些茶园们到的山上 摆上这些武功 再摆上祭品 然后有专门呢念祭式的这个祭文 我们众多的人呢 会齐声大喊什么呀 茶花芽 说到这个茶花芽 为什么要喊这个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是选在了金哲这一天进行喊山对吧 那金哲时候喊了 把我们的美好的祈愿寄托在我们的这些茶树身上 等到了古语的时候 我们开始采摘呢 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茶园 都有这种路牙错落一方龙的景象了 对啊 真的是 说了这么多 咱们还是先去看看怎么采茶吧 是的 我们看怎么采茶吧 走 参与完喊山活动后 领队和专家跟着茶工们进入了茶园 中招采多未迎餐 一起看看诗中的采多到底是如何采的 你说这个这么大片的茶园 你说怎么能没采满呢 因为我们这个豆茶歌是描写的是宋代的时候 整个北院茶见西茶采摘的一个场景 那我们知道在宋代的时候 制作的是什么呢 龙团粪饼 我们宋代主要采摘的是 像这样的 在这芽头上的一个小芽 一个芽茶 体积小 对 中招采摘未迎餐 是因为宋代的时候采摘呢 采摘的是芽头的这个精粹的标准 但是现在呢 我们五一山它采摘 看看我们的领队老师小芽 原来这个采茶 古古之星变化 居然是这样的大呀 就是失踪的精粹 都说这个好山好水出好茶呀 我只知道呢 这个五一山气候好 然后环境好 造就了这个好茶 咱们采茶大概就是 在几月份开始采的呀 其实呢 我们采茶都是在春季 那具体的茶区 由于它制作的这个茶树的种类 还有茶的品种不同呢 稍微前后呢是有时间差的 那么古语呢 开始之后呢 慢慢地根据不同的茶树品种 进行一个采摘 所以五一山在采茶的季节啊 经常都是英语绵绵的 嘿 问题来了 我要考考咱们 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 有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咱们五一山采茶 要选择雨季 说实话如果是我选择 我可能会选择阴天 但是不下雨 因为这样既没有 烈日炎炎采茶的这种辛苦 同时也不至于下雨天采茶 那么手忙脚乱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明晨 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可能下雨的时候 是因为有雨水比较多 我经常跟妈妈去超市的时候 会看见那些卖菜 卖花的阿姨 会把水往菜或者花上面喷 然后我觉得可能在雨季采的时候 茶叶最新鲜 好像有点道理哈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 雨季采茶呢 就是有很大的难度 因为雨季呢 茶叶的水分过大 在自茶的过程中 茶叶的这个清香味啊 不能够更好的烘焙出来 我猜是不是有一种情况是 不得已去采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茶 可能到这个季 就必须得采了 不采它就做不了茶了 所以就算是下雨 我也要去把它采下来 就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吧 反正到了这个点 我们就得采 不管它是刮风还是下雨 对 夏冰宝我也得把它采下来 对啊 大家的答案是五花八门 究竟谁的说法对 或者有没有人答出了正确答案呢 咱们还是请现场的陈老师 给我们正确答案吧 民众旅行团的观众朋友们 那回答真的是五花八门 特别有意识 对 我们五一山正好在五一山脉的 这个脚下 那么当每年春季这个来自 这个东南沿海暖湿气流 到达五一山脉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在这边停留 那这时候呢 一旦停留五一山这个地方呢 就会比旁边的一些区域呢 湿度降雨都稍微多了 这么一点点 那就是这一点点呢 对我们这个茶树的生长 和盐域的这个形成呢 就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呢 我们的五一盐茶采摘呢 不是我们特意要选择雨季 而是当这些茶树的不同的品种呢 它生长到正适合我们 制作五一盐茶标准的时候 它正逢雨季 你说雨季采茶 就是对这个茶叶质量有影响吗 假如遇到了这种雨清的话 对我们的做青师傅的要求呢 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五一山丹地 有一句话叫做看天做青 看青做青 那这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进行这个日光围雕 怎么办呢 可以通过室内 在室内进行围雕 把这个茶叶上的一个水分呢 让它慢慢的给它散发去 相比说没有带雨水的青呢 那质量上肯定是有不同的 趁着今天的好天气 为了感受采茶的热闹气息 领队和专家加入了忙碌的采茶队伍 采吧 采几只啊 我们少一个螺宽 拿一个螺宽 看着简单 其实不容易 一番忙碌后 领队采摘的茶是否合格呢 我们找来了茶农李叔来做评判 李叔是当地茶科所的管理员 常年管理茶园 组织采茶 有着近20年的采茶经验 是远近闻名的老一辈茶人 李叔 来 给我们点评一下 我们采的这个茶叶 合格不合格 像这样的采这 基本上是合格的 基本上 因为我们采茶的这个标准 这个大红袍的标准 三到四匹叶子 就你采的时候 已经要准确地去 看到这个位置了 然后再下手 是 不能乱采 比如说我们这样子看到 从哪个位置 来 试一下 李叔 那我们要怎么样采有技巧 是这么掐的 还是这么拽的上来的 你给我们讲讲 这个大红袍的采着的 这个手画也有这个技巧 那我们主要是靠这两个拇指 持指和拇指 和拇指 两个这样子的 那比如说是这样 我怎么把这个都拽下来了 如果说像这样的 这个有关系吗 那当然会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像这样子的 你已经把这个鸭头 这个小的也帮掉了 所以到了下期的话 它这个第二季的话 它这个从这个上面 会画小新的鸭头出来 所以说我们的采这 这个下面都不要采 你这个采的就有五皮叶子了 不是四皮叶子了 是不是 太不标准了 我们直接采在这个地方 三皮叶子 最多到了四皮叶子 已经是到顶了 就绝对不可以 把这个小牙采下来 对 是啊 这个都不能采掉 我把这个 下一趟的都采下来了 到了宋朝 人们对于采茶的方方面面 要求十分严格 采茶的时候 提倡用指甲 而不是手指 目的是 为了避免手指上的汗水 破坏茶的味道 人们开始用芽的形状 来给茶叶分等级 一牙者像莲花寒蕊未放 称为莲蕊 二牙如红鹰之毛 称为奇腔 三牙如麻雀张口 称为雀蛇 离开茶园下山的路上 步履匆忙的挑亲师傅 格外引人注目 哎 师傅 这一担子有多重啊这个 一百多斤 那每天要走几趟呢 五趟 每天挑着上百斤的茶叶青担子 要在崎岖的山路上 往返五趟 专家和领队 看师傅们挑得如此轻松 跃跃欲试 学起了挑青 一百来斤的担子 他们挑得起来吗 好 试试 上吧 脖子 听着 框子后面 这个这个反射吗 不错 哇 这么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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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这不也能往后倒的 为什么 因为我教授来觉得 整个人是往后倒的 比较重了 吃不了地的 会这样 那个 张妮老师 你来试试 这是我觉得难得有的机会 小心啊 我觉得前面特别沉 起不来那种 你看 你看还可以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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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大医师 白米老师 上线啊 那我们走五趟 每天下来 要大概多少路程 一趟在七公里左右 一趟就七公里了 五趟三十五 我的天 我马拉松 太厉害了 你们 不跟你聊了 因为我们要赶时间 不拿着茶 赶不上时间做茶 赶紧做茶了 您慢点啊 慢点师父 慢点 我们先走了 拜拜 辛苦了师父 好 你们辛苦 专家和领队告别 挑青师父后 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了 陈老师给我们说起了 茶奴们的故事 刚才我们也见识了 这个挑青工人的辛苦 我就想到以前 武夷山流传的一首采茶歌嘛 讲到三捆稻草铺装铺 两根山木做枕头 想起重安真可怜 半碗烟菜半碗盐 哎呀真的是好辛苦 应该写的就是这个茶人的 这个当时的生活情景吧 是的 那其实呢 在每年这个开山就开采之前 那这些工人们 到达了武夷山之后 开始开工了之后 经常都是要与时间晒跑的 这一点呢 从我们这些采茶的 和挑青的师父的 餐饮的搭配来看 可以看得出来 看他们是腌菜 然后一些米饭 或者是馒头酱 旧的吃 那其实呢 在这过程当中 也会有一些 比较幸福的时候 比如说虚 这个虚呢 就是五天一次 现在我们还保留下来了 那在这个虚上呢 这个邻里各个乡镇的 这些村民们 就会把自家做的 一些土鸡 土鸦 就拿到这个虚线来卖了 哎呀天啊 这么多好吃的 那我们这些包童们 就会到这个虚上去 采购一些这些豆腐乳 哇 好吃的 带到厂里来 这时候呢 五天又可以打吃小牙剂了 所以在过程当中呢 虽然有很多心情 也有很多很快乐的事情 加餐一样的 对 加餐 加餐了 就是这种感觉 你看 我的手一定不知不觉的 把这个茶叶蛋给包了 你看 哎呦 真是太香了 来来来 赶紧吃一个 来来 我也要尝一个 大红袍茶叶蛋 是武夷山的特色小吃 它不仅征服了武夷山人的味蕾 也让去过武夷山的人 对其念念不忘 今天真的特别感谢 我们的外经领队和陈老师 不顾山路的崎岖 带着我们去体验了采茶的全过程 我专门求了导演组啊 一定要把大红袍茶叶蛋 给我带回来几个 真实话 因为大红袍它在铲茶 制茶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茶渣的产生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边角料 那么这些边角料 用来煮茶叶蛋 真的再适合不过了 可以说是物尽其用啊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我们的云游就要告一段落了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了 我要去茶叶蛋了 再见 祝你们尝一尝 拜拜